您想知道的我来总结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沐昕说 我是沐昕 上一期我们说到了四大美女 这一期我们来讲四大美男 在讲之前沐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家来了一位新客人 稍等一会儿啊 给大家问个好 我是一只小家飞 之前两天沐昕刚买了一只小家飞猫 沐昕给它起名叫做福禄兽 大名叫福禄兽 小名叫葫芦 然后我们现在叫着叫着就叫成小葫芦了 可爱吧 我觉得当时看中它的时候就感觉丑萌丑萌的 然后第一眼就觉得非常有缘 然后就把它收回来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 好现在我们开始四大美男 第一位潘安 天下第一美男子 四大美男潘安占据一席 应该说毫无意外 人们常用冒比潘安来夸赞一个男人的美貌 潘安俨然成了美男子的代名词 据世说新语中记载啊 潘安每次出门总有大批少女围追堵截 那驾驶跟今天都教授来中国的场面差不多 那些少女又是献花又是献果 以至于潘安每次回家都能够满载而归 郑果迎车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虽然有大批女粉丝啊 但潘安却是个痴情种 对自己的老婆一往情深 也没有闹过什么匪门 他老婆去世后啊 他一直恋恋不忘 写下了三首著名的调王诗 可见情深意怯 不过潘安的结局令许多美少女心痛 他因卷入政治斗争而被判了灭门三族 非常之凄惨 第二位宋玉 财貌双全的大帅哥 宋玉是大诗人屈原的弟子 是与潘安齐名的大帅哥 宋玉到底有多帅呢 我们从他著名的登徒子浩瑟妇 可以侧面了解一二 在文章中宋玉说 天下的美女莫过于楚国 楚国的美女又莫过于她的家乡 家乡的美女又莫过于她隔壁的 一个邻居 她家邻居增至一分则太长 减至一分则太短 吃粉则太白 吃猪则太赤 眉毛像鸟的羽毛那样乳 肌肤像白雪 腰很细 牙很白 就这样一位绝色美女 竟然趴在墙上看了她三年 她都没有动心 宋玉这货呀 实在是太自恋了 宋玉不仅颜值高 而且才华过人 她的代表作九辩 在中国文学史上 可以和屈原的黎骚相亏美 堪称处词中的双臂 如此那些小女生 就更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了 第三位 蓝灵王 神秘的面具王子 之前有个电视剧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 说的就是南北朝时期的蓝灵王 男演员长得是非常帅气 但并没有突出蓝灵王的美貌 据史书记载 蓝灵王的皮肤极好 白的像个美妇人 也正因为她的美啊 有点女性化的味道 因此她在打仗的时候 都戴着面具 这张面具呢 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可惜的是 蓝灵王的结局却非常悲惨 我们知道 她是一员猛将 战功赫赫 可谓功高震主 最后连皇帝都容下她 赐她独酒 一缕香魂啊 烟消云散 第四位 魏阶 魏晋时期人士长得极美 在当时啊 有个外号叫毕人 啥意思呢 因为皮肤太完美了 远远望去 就像白玉雕的苏像一样 据历史记载 这哥们长得十分粉嫩 生得花一般娇 粉一般嫩 这哥们的粉丝呢 据说可以组建一个正规师 有一年 他出门游玩 不料被无数艳与女子争相为官 那家伙简直是里三层外三层 围了个水泻骨通 魏阶身子骨本来就弱 疲劳过度 回家后不久就病死了 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被粉丝看死的人 典故看杀未接 说的就是这事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吧 记得关注目星哦 拜拜